好了,接著做這一題,它給了一個frequency table給我們,也給了一個criminative frequency table給我們, 但是當初有些未知數,我們要找回的。 好,A part,我們找X是多少? X這個未知數是多少? 首先,我們看看A是多少,A是等於3的。 因為小過14.5就是3,所以10到14之間就是3。 好了,我們知道這個是3之後,我們就找X是多少? X減3就要等於9,因為這兩個的difference就是15到19的距離。 所以呢,X就是12了,12個minutes。 OK? 好了,接著我們B part,要計個min。 好了,在計個min之前,我們先找到其他的數值,找到B的數值。 好了,找Y了,Y怎麼找呢? 剛才說的,這兩個difference就會是這個數字。 所以呢,20減Y就會等於3,Y呢? 就會等於17了。 好了,1次知道Y是17之後,又是一樣了。 這兩個difference就會是B來的。 這兩個difference,首先計算了,這個是12,這個是17。 所以呢,10B就會等於17減12,所以是5的。 OK? 好了,我們找到了之後, 那另一件事是什麼呢? 因為它也要給我們一個範圍,是由10到14,所以我們要計算回CastMark。 那CastMark怎麼計算呢? CastMark呢? 就是將那兩個數加起來,10加14,再除2。 所以剩下12出來的。 那如此類推,這裡是12了,CastMark。 這裡就是17,22和27。 好了,那我們可以做了,min就會等於12乘3。 再加17乘9,再加22乘5,再加27乘3,然後除3加20可以了。 因為這裡就是20。 好,那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19個分鐘。 好了,到C部分了。 就等於19.5。 好了,少於19.5,即是你一個數,分子就是這個數。 這個就是Criminative Frequency,不用加下面的數。 那總共的人數是多少? 總共的人數是20。 所以如果選完,就是3加5。 那就做完了。 這裡的短片有10,我會有5公寓。 就等於1000個問題。 我們知道的4加起來 gab8多少? 好,我們知道將會有4次的。 首先,我們有4次的4加密封影, 好了,我請問好的和5在4加密封影。 我們下十分明畫,不容器。 這就算是6個8加密封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